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他为我们讲解这幅朱元璋画像背后的故事 朱元璋生前所留的正像朱棣 是朱元璋第一个整容师1398年 朱元璋去世 此时他有两幅正像存于内裤 这两幅画像 亦为中年亦为老年 并不曾有任何异状 而中其一生 朱元璋由任何神迹加深 他最奇特之处在于能从一个穷人成为了皇帝 然而朱元璋死后五年 便被各种神迹围绕着 散霞大学的胡丹老师 对朱元璋的形象有过专门研究 他介绍说 成书于1402年7月 是1406年8月的天皇玉蝶一书 记载了朱元璋开创国家的种种事迹 在这本书里 第一次有了朱元璋非凡人的记录 一位骑士见到朱元璋后 认定他非凡人 不敢和他同城而居 但书中并没有明说朱元璋其在何处 到1413年 见孝宁神功圣德碑 以着力刻画朱元璋非凡人的脉帽 欲至本文中的朱元璋 生着长而茂密的龙蛆 脖子上有旗鼓龙气 隐然上行 朱元璋民间画像 然而旗鼓是怎样产生的呢 朱元璋之子朱底登基后 再涌得出两次修订明太祖时路 他要重构大明王朝开国时 他要神化朱元璋登基 让大明王朝的建立变为天命神兽 这本书补写了一个故事 朱元璋梦见有 人把一块碧放入他的脖梗 脖梗那儿的肉变隆起了 微痛 扣碎成骨浓染 甚意 朱元璋的这个梦 是在1367年12月做的 过了一个月 登基他 这个梦做的正是时候 神化开国皇帝是一个规范动作 明朝之前 历朝历代都这么做过 但朱棣比其他皇帝更相信下树 在重构朱元璋从草根到皇帝之事迹的同时 他也改变了朱元璋的相貌 朱棣是朱元璋第一个整容师 胡丹说 有名一代 下树之风甚盛 一人一命 所谓天命 就全写在脸上 这是哪个时代的群众心理 明代曾有过两次谋反事件 是朱士在背后作怪 由方僧人侯德权和安化王朱志凡 都是听信朱士之言 认为自己像茂七伟 可以做天子 才意图喜事的 著名相朔大师袁拱 袁中彻父子 得到朱棣等几位皇帝的宠爱 1451年 袁拱之子袁中彻奉使集转古今十戒 记载朱元璋上居人下时 有一个叫铁罐的方式来业 说 明公壮貌非常 龙同凤雾 天地相朝 五月巨富 日月列天 福古插币 声音洪亮 贵不可言 但四为稚气 如云行月初之壮 所席者准口黄鸣 冠于天庭 时代神采焕发 如风扫音翼 即寿命之日也 应在一千日内 天地相朝 是指朱元璋的额头和下巴非常突出 竟能打个照面 这和影片中所见的 那幅画像十分接近了 虽说斜八字脸不好看 但在像树里 他高贵 在朱元璋去售53年后 官方钦定了朱元璋的这副像貌 此时的朱元璋尚未旗鼓灌顶 还只是伏骨插柄 像树中特有说法 已经很尊贵了 要到明晚期 和桥远撰写明山藏时 才会出现更为尊贵的旗鼓灌顶 庙堂与江湖合力打造 朱元璋形象 朱元璋的容貌 官方用文字给了一个底 剩下的就是民间的创造 他被不断地添进一些像树界的符号 如突出的五官 如十二 二十四 三十六 七十二 不等的黑志 识人之所以这么创作 是源于他们对朱元璋的认知 一方面 人们认为 朱元璋是雄才大略的矿代圣主和明君 另一方面 又认为他是暴君和凶徒 这里 有着朱元璋本人的特殊印记 朱元璋民间画像朱元璋草根出身 深知底层的苦楚 登基后 在立志访美尤为严厉 明君和暴君 在他身上合二为一 在为三十一年间 朱元璋版了不少政治语 矫枉过政治事不是没有 如胡为庸党案 蓝宇案 千连无数人 空印案 将全国县一级及以上亿把守官员 几乎斩杀殆尽 在朱元璋掌权之时 人们处于高压之下 尚不敢有所议论 而过了百余年 到了正德 家境年节 风气变了 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 明武宗驾崩 因其无似 武宗堂帝 藩王诸后宗继承皇位 保守的朝臣们要求世宗改换父母 尊奉正宠 明世宗当然不乐意 他要尊家其父辉号 为了此事 世宗与保守派展开了斗争 此次政争长达三年之久 以世宗胜利结束 这是史上有名的大礼仪 大礼仪的影响 不仅仅在于朝堂之上 它也将是俗社会博首的风气 撕开了一道长长的裂口 在这种时代潮流之下 对朱元璋的演绎层出不穷与之相比 此前的任何朝代很少有文艺作品 敢对本朝宫廷之事说三道四 杀人如麻 严苛残酷成了朱元璋的另一面 沙画师 屠露南京人的传说 可能也出于此时 郑德 嘉靖之后 明朝政治腐败 国时日衰 人们又怀念那个肃清励志的朱元璋 海瑞就曾重提太祖以包皮重点称贪的就是 朱元璋的英明一面得到了凸显 胡丹说 金人缅怀一个人 会去拍一部电影或排一出具 而在明代 就是写一个故事 画一幅像 官方对朱元璋奇特之相的代造 像术中种种尊贵特异之相 夹杂着民众对朱元璋力 是既英明又残暴的认知 便混而为一 朱元璋的事迹 便越变越怪 以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陈老连所画的朱元璋 这是庙堂与江湖的合力在造 时尚从没有一个帝王 有朱元璋这样的遭遇 即便同样有72颗黑质的刘邦 也只是长在外人不可见的左骨上 而朱元璋不仅由官方修改了脸型 还又相信术士的民众 在他脸上长了数量不等的黑质 这样丑陋的面相 既代表着天命 又代表着残暴 明孝陵曾同时挂朱元璋正相和异相 那么朱元璋的异相图 即金人所说的丑相 是何时开始流传的呢 明成画年间 尽是录中记载 闻苏州天王唐一土地神像 鸿武中国宫所处 永乐出有何百库者 除至苏州魏 偶见之 败谢器 人问故 云在高黄左右日久 忍识天言 此相盖别真意 此时朱允明 前文记天王唐土地也有记载 朱允明有号记一文 他与以赴527年去世 在他们的记述中 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异 但是到了1572年 出任南京公布上书的张汉回忆 于为南司空 入武英殿 得沾让二祖玉荣 与民间所传记一直向大不类 由此推断 朱元璋已向画像广为流传 应在16世纪上半叶 大致为明代正德 嘉靖年间 之后 异象画像便在民间彻底流传开 朱元璋民间画像明代文是徐文长 1521到1593 还曾坐高皇帝像在 赞美朱元璋天地相报的异象 上之眼也 天高以赴耶 下之风也 地在以后耶 明代晚期 当时的宫廷上下 是知道民间有这幅异象存在的 但他们不以为意 对此甚至是认可的 万历时 有个叫张轩的人 他的父亲在云南坐之县时 就曾在乾国公府 摩高黄玉荣 龙行求然 左脸有十二黑子 其壮甚其 于是俗所传相同 四位真义 在民间 朱元璋正相和隐相 一直并存 说清朝人黑朱元璋 毫无依据 清初人宋启凤在拜说中说 他在南京二寺 见到两种朱元璋玉荣 在邻古寺者为义草本 其相望若龙壮 在鸡明寺者为五官端好 面无仙横的彩绘图像 两地窘书 不知其熟事 这两寺均为朱元璋 施令重建 两寺四明也均为朱元璋 亲自提醒 连百明万历年间 都有宫卿任意相位真相 铃骨四卦一相 也就不难理解了 清末民初 赵主珍在古董便宜中说 数年前南京 陵萧宁之相堂 正同时供此二相 1747年 乾隆下御重新装表 古力带帝后相 此时 内府紧藏朱元璋向两幅 这可能是本文开头 所说的两幅正相 这两幅相 胡丹增在细茶月果 他认为 这两幅正相 无疑是明代宫廷所辉朱元璋真容 他们符合宫廷画院派的所有规范 南勋殿所藏历代帝王画像 还有十一张朱元璋的异相 这些异相 无论从材质 用色与齿服 还是画中人物的冠服装饰来看 都是杂乱混搭的民间随性之作 胡丹认为 这可能是在乾隆百年编辑灭店朱林 石曲宝齐等书时流入清宫的 人们总在试图查考朱元璋真实的相貌 明知正相才更接近朱元璋本尊 为何却更愿意相信异相呢 胡丹认为 相对于正相 朱元璋传奇的一生 在这张异相里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他为何能以草根身份作善皇位 因为他有尊贵之相 为何他那么凶残 因为念相就那么凶 根据相礼一容的朱元璋 脸上集中体现了诸多的相学符号 还掺杂着人们对他英明又残暴的认识 与正相相比 异相更为饱满 精彩而多幻 也正因为此 即便到了民国 孙中山率国府重疗参业明孝陵时 所奉的仍是一幅朱元璋异象图 如今 明孝陵博物馆展厅 也悬挂着一幅异象 而四年前建立的朱元璋雕像方案 听取了 大众一解 同样有着很深的异象的影子 来源让此晚报记者张磊编辑阿志一 月薪两千五百招研究生做临时工 不是开玩笑 官方回应了 二 大暴雨 八级大风 大降温就要来了 高铁部分车四停售三 猜画小哥刷屏朋友圈 简直是你画画水平的照妖性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